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的雕塑交流营 我觉得很有价值 地点上有意思的 因为这里以后将会发展 一个西九龙的文化中心 所以我觉得空间 这次用得相当好 当作一个参加者 我觉得获益良多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国家 我其实最有兴趣 是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 为什么他们会用那些东西来做作品 而做那些作品 他又代表着他自己的国家 有些文化是什么 因为经过这十天的交流和沟通之后 我会反思我们自己的 香港本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用索胶三架开始做个造型出来 之后我就开始将那些不锈钢 replace 回到公共艺术 在公共空间 它的作用和它的角色扮演是什么 第二件事我是想讲 一种艺术作品的一种延长性 和一种生命力在这里 很强烈的造型在这里 就是一件西装 最让民众知道它的icon就是在包胎那里 我是很想民众有很多线索去找的 远看这件好像一个人 半身 再看好像一件衣服 再看上去是包胎 在线索一路一路找上去之后 代表着我们现在最高的核心人物 有一张椅子 代表着一种权力和一种位置 它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角色扮演那里 再下面部分有一个油箱 油箱是用来收信的 希望民众就写一些东西 放进这个信箱里 到4月19日之后 我不知道收集了些什么 可能有些图画 有些信件 有些物件在里面 我就会将这些物件再做一次作品 就是关于这件作品的一种延伸 在这个空间消失了 它不代表它本身的意义消失了 它会继续延续下去这样的 这次做这件作品 在这个西九的地方 我是说一个 和文化艺术政治上有一些关系的东西